詞曲 李宗盛 天上的雲野蟲 地下的草野蟲 雲丑的散不開 草丑的地了河 妹妹呀妹妹 你松開我的手 我何嘗願意走 我何嘗願意走 一萬個捨不得 我怎麼說得出口 美女呀妹妹 你松開我的手 我死前又向后 我死前又向后 只要你等着我 我不会不会痛 妹妹呀妹妹 请你松开我的声 妹妹呀妹妹 请你松开我的声 我不为难你 不过我可以在葛家花园 为你准备一个 没有人会去打架你的房间 暂时留我一个活口的办法 叫软禁对不对 你可以自由进出 你可以来去自如 这也叫软禁吗 这不像传说中的葛世杰 或许你不认识的那个人 会想跟你见了面 因为他也姓业 而且 你像极了他二十年前的模样 那个女娃儿是你留他住下来的 葛家庄是越来越像客栈 多个人吃住 不爱事吧 当然不爱我的事 那就好 倒是你自己可要留神点 我会 我会 好 善于 吴双最近 你还关心这个女儿吗 她很少到我的书房来 那你怎么不问你看 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想 她是游戏了 吴双 真的吗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我 好难啦 要像孩子一样吗 我高兴嘛 娘知不知道 我想我娘怎么看出来了 那么爹呢 我爹啊 他更关心的是哥哥跟嫂子 我去告诉你 东山 这事总得让爹知道啊 可是他知道了 会更为哥哥跟嫂子着急呢 这是急不得的 孩子 是夫妻两个 相亲相爱顺其自然就会有的 相爱的夫妻 也会珍惜他们的孩子 他们不该有孩子 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向哥哥说 说什么 我跟嫂子谈过 你们说的多容易 我受到 却是刻骨铭心的伤口 你们早晚也会有儿子 那只会给你们哥家 带来更大的不幸 你倒是提醒了我 我这就要去找我哥 无伤 无伤 好 我何妻不信 身在哥家 再拿个杯子来 好 我又说不出的苦 大少爷 您心里好过些了吗 大少爷 我这给你拿个大碗来 大少爷 我来给你蒸酒 大少爷 您要是把这酒坊都给砸了 也没人敢说您个步子 大少爷 只要您高兴 您就砸吧 大少爷 birds 好 你们来得正好 来得正好 哥 我跟石头春花闹着玩 正要回去 咱们一块走 不要扶我 我自己可以撑 你还要跟他说吗 石头 扶大厦也回去 大少爷心情有点不好 在店里多喝了两杯 有点醉了 你先回去 你也出去吧 石头乱说话 我没醉 你又何必戒酒壮胆呢 我 我何必戒酒壮胆 你爹是不是又骂你了 那又何足为奇 他要你传宗接代 每个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怎么能说他的不是呢 那你呢 我要生儿育女 却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要 你又生儿育女 你又生儿育女 我会全心地守候着你 吃着什么话 你明知道我是不可能的事 我尽力去做 至少我可以做到 还梦天恒一个清清白白的李燕红 你们说的多容易 我受的 却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你们早晚也会有儿女 那只会给你们葛家 带来更大的不幸 我会带来 我会带来 我来带来 你自己去家里 我来带来 习近小才 你带来老婆 你自己去家里 我来带来 我去家里 我妈坦 不要担心我爹说的话 我也不会羞了你 你心里明白 在我们之间 隔着两个人 哪里 一个 是你心头上的人 还一个 是我心头上的人 我不明白 你对你心头上的人 有情 我对我心头上的人有义 在情未断 意未了之前 即使我醉死在这里 我们都要是清白的 也好 我们要彼此守护着对方 为了我们心头上的那个 守住这份情意 在他还没回来之前 这里什么都不会改变 你可以不相信我 也可以说我在哄骗你 所以你怎么想 如果这是谎言 我愿意骗你一辈子 夜凉风寒 早点睡吧 我肯定过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待不下去了 于是我就逃了出来 我发誓 当我可以抬头挺胸的时候 我要回去 你说了个大半天 你谁呀 他们又是什么人哪 我姓孟 叫孟天恒 他们是一群欺负我 羞辱我 压榨我 背叛我的人 我贴不了 我要向铁爷爷学一身功夫 你当我爷爷真的有一身功夫 你受骗了 你看 我也会呀 这有什么难的 你也可以呀 你试试看啊 你试试看啊 这 这是一块面坨吗 对呀 你能够把面坨揉成面粉 就好像我能够把石块揉成石灰 一样的道理吗 我爷爷是开粮行做生意的 卖米粮 卖面粉 你要学做生意吗 你要是肯学做生意 我倒是可以跟我爷爷说 收你当学徒 将来不管受多大的委屈 不论吃多少苦 你不反悔吗 绝不反悔 谁作证担保 天 地 良心 大掌柜 大掌柜 我给你一位一位的介绍 这一位是铁爷梁恒的掌棚 杜德康 杜掌柜 我不在柜上的时候 大掌柜 那么里里外外的事情 都由杜掌柜来掌管 他的决定也就是我的决定 以后你就跟着杜掌柜到 杜业 请多指教 这位是南柜掌柜 季正童 季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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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北柜掌柜 徐正林 徐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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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跑街掌柜台的 那么里里外外总共是三十六位 你 等你行过拜师里以后 我再带着你到各处走一转 慢慢的给你介绍 爷爷 他姓孟叫天恒 爷爷 你们知道就好了 先不必说出去 你们暂时就叫他小天后 他是我铁昆仑今生今世 最后的关门弟子 看看 在天式两行任何一个人 都给你得四磊酒 岳裡山 我們換句話說呢 凡是鐵機梁橫的人 吩咐你做的事情 你必須要照做 即使是站櫃台在跑街的打砸的 你也要受他們的教訓 聽從他們的使喚 知道嗎 是 大站櫃 大站櫃 忙不如小天你就要多費心 我來走 他想我麻煩你 帶著他到四處跑一趟 行 跟我來吧 行 我這南北兩櫃 總共是六六三十六個人 杜老闆帶著你整繞了一圈 把每個人都給你介紹過 這回來的時候 那你居然連一個人的名字都記不住 好 我問你 我叫什麼名字 這 這我知道 嗯 那北櫃掌櫃 許 許什麼 許 南櫃掌櫃 你現在就跟我去 這就是我今天交代你的功課 你去把那六六三十六個人的人 跟他的名字 都要對上 而且你還要清楚的 記住他們每個人的職務 都記清楚 你再回來 我看的時候 你要是見了人 對不上名字 你就給我餓掌 好 姊姨 好 好 要讓他變成洞陽之才 就必須讓他茁壯 要他變成 百戀的金剛 就得讓他忍受榮華之苦 謝謝 沒事別打著門開 愛事 讓開讓開 好 你過來 我看你閒著也是閒著 幫忙把面粉搬到倉庫裡去 回來 你聽見我說的話呢 聽見了 那你是去做還是不去做 我自己去 我怎麼沒聽見你回我的話 你連這點回去都不懂啊 去幫忙把面粉搬到倉庫去 是 我自己去 這一錯不能再錯 你可以犯一百個不同的錯 這同樣的錯誤卻不能犯兩次 是 去吧 我姓黃 叫黃寶貴 你好 在這兒 大夥都管我叫小三 小三哥 那 那還有 我明白了 大掌櫃的 要你把人跟名字全對上是不是 我背了大半年了 都還對不齊呢 大掌櫃的有沒有不給你飯吃 起初啊 他說我對不上就不給我飯吃 後來我餓了三天以後 他也就不管我 我還是有吃有喝的 放心 鐵機糧行啊 餓不死人的 小三哥 那你在這兒都做些什麼 我啊 什麼都做 打砸 多久了 我也懶得去算有多久了 對了 杜爺交代我給你準備個鋪尾 你跟我住間房 你真的過關嗎 這一下 你就把六六三十六個人 跟名字全對上 你是怎麼做到的 我告訴我自己別跟你一樣 我知道 我自己受不了在這兒打砸 更不是到這兒來混吃等死的 你還真當我在這兒混呢 那你就錯了 我啊 有我的一套 小兄弟 來 那走吧 來 這麼晚也算了還是 要是有人問起來 你可不許說我出去 那你要我怎麼說 說我睡啊 啊 送家 送家 你當時看不完講話 當時你過了你的屁 你什麼時候 你老家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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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快跑 快跑 她在哪裡 那多快跑 昨晚上睡得好啊 是是 昨天晚上又出去了 天亮前回来的 大臣妹 我问你话 你回答我 昨晚又去了 是 不是 你怎么不说话呢 铁记良行的规矩 你还记得 到杜掌柜那儿去结账 大掌柜 没有格局不成方圆哪 纪掌柜 我下次不敢哪 抓到了 就没有下次 去吧 大掌柜的 上有父母 下有弟妹 你在胡老板那儿下肚压肚的时候 你怎么又想到呢 我要是原谅你 那铁记良行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 就是照照老板的话去做啊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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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賣我 那我殺了你 殺了我 你活得了嗎 上有老母 下有弟妹 你應該更比我值得活下去吧 下足壓毒的時候 你已經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弟妹 已經錯了 如果這一刀再刺到我 那你就更錯 而且錯得無法挽回 小三哥 一命敵四命 你劃得來嗎 你為什麼要出賣我 對你來說我是出賣了你 可對我來說 我只不過說了實話 我並沒有無賴你冤枉你 對不對 小三哥 賭錢 有百害而無一力 贏了你無心工作 因為你想著 你一夜之間就可以贏到兩個月的工資 所以你就更想去賭 輸了 你心情一定不好 因為你想著 你心情苦苦賺來的錢 在一夜之間你就輸掉 你怎麼會不難過 哪還有心情做事 而且 俗話說 賭博賭博 越賭越博 多少要好的朋友兄弟 會為了一個賭字而翻臉成仇 賭 不但會傾家蕩戰 而且還會引來殺生之禍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掌櫃 絕對不准鐵基良行的人 沾上一個賭字的道理 你啊 就當摔了一覺 人呢 不怕摔跤 就怕摔了腳以後 爬了起來 是的 大掌櫃 在鐵基良行待過的人呢 跑到任何地方都不會挨餓的 你要記住 你走出了鐵基良行 你還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人 鐵基良行不會給你帶上任何的污田 因為你已經受到應得的處分 謝謝大掌櫃 鐵基良行 你過來 拿把掃櫃把那掃乾淨 我給大掌櫃送火柴過去 我叫你把地掃乾淨 我一會回來 事由緩急 本末先後 你覺得拿火柴給大掌櫃的重要 還是想把店面掃乾淨重要 把店面掃乾淨重要 那就去坐 叫你掃這兒 你就坐著這兒是吧 啊 這邊你就能看不見 你是蠟燭啊 不點不亮 你還是蒜蓮子 不搏不動啊 你會不會掃地啊 我 我這不是在掃地嗎 你沒看過小三怎麼掃 掃地啊 有掃地的規矩 要由門外往門內掃 你這樣望外掃啊 是很忌諱的 把財氣都掃出去了 在這兒 凡是要用眼看 用耳聽 用心想 還要牢牢記住 謝謝小三哥 他要在未來揚名裡望 他現在 就必須要隱性埋名 他今天不埋頭苦幹 來日就要養命求人 蓉兒 他受的這點委屈 這點苦 比起他曾經所受過的 那根本算量什麼 他在這兒點點滴滴所得到的 將使他終身受用無盡 來 大婷 給你送來啦 郭大婷 好 好 哎呀 这面粉还能吃吗 怎么不能吃 湿了一大片呢 这能吃吗 你吃 李大神 对不起 外边天太热 我浑身的汗 哎 那是你的事 你赶紧给我拿回去退让 另外话也带来 李大神 就只有那么一片湿了 哎呀 这一片少说也有半斤多呀 哪有半斤多嘛 嗯 少一两也不行 你赶紧给我换一袋来 我还赶着包饺子呢 哼 来啦 李大神 那您就先用着 我这就回去跟我们掌柜的说 再给您送一袋过来 哈 我先用着 到时候你们掌柜的不可换 我跟谁去算呢 退回去 退回去 李大神 是我的疏忽 您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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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倒霉 谢谢大神 谢谢啊 谢什么啊 我是说我倒霉 又没说不换 那你去跟我们掌柜的说好 是啊 我这就是找你们掌柜的 走 李大神 真对不起啊 我这就叫火鸡 换一盆给你送去 对不起 李大神 让你多跑了一趟 你听一听 这才像句人话嘛 哼 小周啊 你送三十斤面粉呢 给你大神送去 是 你 这 你十两班 来 收拾 收拾 年纪轻轻点 多吃一点 爹 你都没吃啊 来 来 我 我 我干 好 好 放心 你娘不会让爹少吃的 娘 这个给你 那 你吃再回 来 爹 娘 好 就这么两万日 嫁过来 嫁过去了 你的 小天哥 有事嗎 沒事 來看看你的 吃過晚飯嗎 過兩天就是端午了 端午 那又怎麼樣 有什麼不同 端午休市 所以爺爺還要請所有的伙計們 都一起吃中飯的 那不包括我 當然包括你了 我有家 只是歸不得回不去 我跟那些無家可歸的伙計們不一樣 你就是那麼憋靈 好了 沒事我要休息了 小天哥 你騙我 什麼時候啊 你那麼早就上床休息過 我當然知道 我在這兒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都逃不顧大掌櫃的耳目 小天哥 爺爺是關心你嘛 那他就應該知道我到這邊來吃 收眼吧 小天哥 這跟混吃等死有什麼兩樣 這樣下去 又有多大的出息 小天哥 那我教你好不好 大盡早起來就挑水 騎火 騎茶 掃地 把所有人都伺候得服服帖帖的 然後這家送貨那邊提貨 不 我沒來之前 好像這些活都沒人幹死 打烊之後 還要跟那杜掌櫃學打算盤 學做賬 不 魏東山 不會是鐵爺的徒弟嗎 他學過這些嗎 我不懂 他還要我學什麼 誰啊 薛大良 睡給五覺也不單靈什麼事啊 薛大良 上個月十號你買了二十斤米 十五號十斤麵粉 我再睡五覺你跑來收賬 總共是 今天不方便 我家老爺這個月的工錢還沒拿回來呢 你月底再來看看吧 有我還不還給你啊 那您看 有什麼時候再來 我方便的時候啊 這十八塊七毛二 兩分錢啊就別計較啦 鐵機兩行做的是大門 不差這兩分零頭啦 這兩分扣你的啊 這又少了三分零頭啊 扣我的嗎 當然 對呀 有話待會兒再說 你總共少收了兩塊八毛五 好了 有什麼話你說吧 讓他們奢獻是情面 可是去收賬 卻要看他們的臉色 別忘了 顧客第一 誰也沒把他們擺在第二 欠錢的是大爺 那 你那奴術說回來 這就是本事 你就是大爺 這還有什麼好說呢 道理就這麼簡單呢 謝謝 讓他先吃飯 我還是沒什麼好說呢 你會想意你 我一定要去吃飯 我也是很餓 我真的很進場 你會來吃飯 你會來吃飯 好好好 好好好 快慢一点啊 好好好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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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男的生女的 生小姐 谢天心 谢天心 平安就好了 平安就好了 好 见过丫头了吗 丫头跟你 都是我最爱的 你有没有给丫头取名字 我们叫她云儿好吗 你说什么 我也没答应过你了 乖 怎么会少两块钱呢 好 惨了 就只有孟大爷那笔账我没输 该不会是孟大爷少给我两块 万一 孟大爷不认账 那岂不是把人家给得罪了 好了没 对 少收着丫头 归账人负责 在店里的 不是少收着丫头 是 是我不小心掉了两块钱 掉了两块钱 掉了两块钱 掉到哪儿去找回来 什么事啊 能借我两块钱吗 下回发工钱的时候 还给你 这真的是找回来的 说了一句谎话 你要用多少的谎话 才能去演示头一句谎话 赶明儿去 你不用上我这儿来 快过来 你不要再惹我发更大的脾气 滚 那孩子让你伤心了 怎么说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你生这么大的气啊 那孩子崭新人后 怎么说 弄掌柜的 确实少给了小天两块钱 他发现在柜上接账的时候 多出了两块钱 他就想到 一定是少算了两块钱给小天 所以他当时就立刻派人 把这两块钱给我送来 那是因为小天 因为他是姓孟 那小天呢 对姓孟的又颇具好感 所以 他收款的时候就忘了数了 对不对 可是事后 他又骗我说 他自己不小心掉了两块钱 我叫他去找 好 他跟容儿借了两块钱 那两块 好好好 这件事情 由我来处理吧 你对童中童乡有好感 那是你的私情 你有能力呢 你可以帮助他 但是 公司要分明 是他 多少人 他的一生事业前途 就毁在小小一点 瞧不起眼的事情上 辉煌疼堂 差齿风云的人物 更要处处谨慎 处处小心 孩子 铁爷爷的日子不多了 你要快快长大呀 我唱着就到了她的家哟 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家 美丽的花儿美丽的她 跟了我一目的百里鸟牙 我的心是真还是假 你替我告诉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